+. 上海的风格 哎呦 发演挺帅啊 不错 那兜一下 来吧 你赢了 请吃饭 吃吃吃 你去我去的去 那么吃什么呢 吃火锅 吃四川火锅 不点全辣锅底 那是体会不到 其中真正美妙之处的 一方面取湿气 另一方面 可以极大的中和 所算食材的一些 不好的本味 爱吃火锅的您 对这些肯定不陌生了 话不多说 赶紧开动了 不能吃太胖了 会被杀掉的 这和潮汕火锅 不同的是 潮汕火锅 清汤锅底涮 加之沙茶酱 突出食材本味 而四川火锅 本身锅底 就味道十足 加之简单的油碟 简直就是 如虎添翼 锦上添花 在宽宅 这道鲜鸭鞋 算是头牌之一了 新鲜鸭鞋下锅 吸饱了汤之后 捞出回味无穷 真香啊 最关键的是 没有任何的血腥味 一方面是鸭鞋新鲜 另一方面 也要归功于全辣锅底 贡菜不用多说 质地爽口 味若海辙 四川的贡菜 这个配上 成都老火锅 HG3 比榨菜还要脆上十倍的口感 再加上一丝酸爽 可以彻底激活您的味脸 好儿鱼可以说是典型地道的四川火锅的食材之一 因为学名为老鼠鱼 所以在四川叫做好儿鱼 好儿鱼 您看看这好儿鱼 肥美的肉感 肉质紧实 不容易涮烂 而且容易入味 所以是四川火锅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无辣不欢的川锅 怎么能少了麻辣调味系列 这麻辣牛肉精心搭配酱料 所以上好的牛里肌 涮好后的每一块都是鲜嫩无比辣得过瘾 铺满了辣椒的辣牛肉 从一出锅就能闻到一股热辣的气息 辣牛肉本身上面腌制过的一道辣椒 和这个红油锅底里面的辣椒花椒结合在一起 三重感受给你三倍的快乐和过瘾 川味辣肠是宽窄招牌中的招牌 不仅味道好口感棒 最重要的是都是从四川空运而来 看看这吸收了天府之国日月精华的辣肠 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美味呢 真的很辣 有点像什么 它的口味呢 有点像我们南朝人小时候买的那个地黄 那种辣片那种辣糕 就是那个味儿 当然啊如果说您不太能吃辣的话 想要喝点什么来解腻解辣解油 推荐您一款当地特色饮料 也是四川的吃火锅必备必点的网红饮料 薄荷草本 这个薄荷水啊 会给您充足的清凉和味洁 瞬间呢您会觉得这锅都不腻了 整个口腔是很清新的感觉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世上帅哥多有多不如四川老火锅 生活给了我一包火锅体料 我想把它过成持续沸腾的火锅 这种消磨时间和耐心的食物 就和最爱的人来一起吃吧 今天这顿老火锅真的是太过瘾 太把实了 要得要得要得 如果说您心情有点差 没有关系 火锅加麻又加辣 火锅一开火 快乐属于我 世上帅哥多有多 不如来吃一吃成都老火锅 在相机宽窄啊 您能尝到很多四川空运过来的美味 直接到您的嘴里 一步到位 特别的有感觉 特别的麻辣鲜香 但是啊 微信提醒您 这个火锅也不能多吃 您知道吃多了火锅以后 脸上会出现什么东西吗 笑容 俗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这句话呢 非常适用于在美食界 备受追捧的日本料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日料的食材 非常之讲究 好的和不好的 它的竞价就摆在那 一顿顶级的日料当中 顶级的食材和给力的厨师 那是缺一不可的 如果说你想品尝到 一顿高品质的日料 又希望它能够尽可能的评价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美食特工队 一切皆有可能 没错 婷婷这可不是空口说大话 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这家店 可以说地段好 高性价比 这便是位于 铜锣湾广场的 上井精致料理 虽然店名并没有 直接挂上日料的名头 但是点餐式的自助日料 绝对是他们家的招牌 即便是在工作日的中午 店里依旧坐无虚席 你们好 我们是江西四头美食特工队 我看你们吃得非常地丰盛 这只是一部分 然后还有很多没有上 这个自助的感觉怎么样 爽 虽然说是自助式的 但是它的摆盘还是很精致的 然后上菜的顺序也非常地简然有序 而且就是说我们等待的时间也不会很长 不仅是聚餐的好去处 一个人同样也可以悠然享受美食 即便是一热来吃的话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 还可以吧 因为东西也挺多的 点多一点就还可以 日料是很多吃货的心头好 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而自助点餐式的日料 更是能够让人畅快地享受 268元以为的价格 这样一听你一定会觉得有一点点贵 但是你知道这个价格能够吃到多少东西吗 看看这些自助的菜色 三文鱼 金枪鱼 北极贝 海胆等近200种菜品 都是可以畅吃的 而真正平摊下来 一份菜品不足10元 绝对值回票价 刚才我数了一下 这满桌大概是30个品种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能够选择的品种有将近200多个 所以这整桌大概也就是它的十分之一左右 其实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次生品盘里面 就有将近10这10个种类的品种 真的是太超值了 所谓的性价比 绝对不是怎么便宜怎么来 作为一家自助餐室的料理餐厅 并没有因为频繁的供应 而忽略了菜色的精致程度 而决定菜品好口碑的关键人物 是来自一位脾气不太好的料理长 什么样情况您会觉得会生气或者说比较 对 那个供货商送的食材不新鲜 还有员工做的菜品不符合 我要求的时候会比较严格一点 比方说这个秋葵供货商送的 有的时间送的会很老 然后这种很老的 咬不动的 我们就只会给它们推荷的 看上去很新鲜 颜色都很非常的清 这个秋葵也不能说 光看颜色 手摸一下 如果很硬 里面还有很硬 有腔味很多 就没有咬不动来的 我们觉得看上去很新鲜的食材 但只要有一点点瑕疵 料理长就坚持要处理掉 最后给顾客提供最好的东西 才得热气 我们上景进入日本料理 超快招牌 虽然脾气不太好 但对料理严谨的态度 对于食客来说 未尝不是件好事 这是第几次来 第三次吧 第三次来了 看来你们是很喜欢这家店 对不对 对 海胆还不错 海胆 对 入口即化 哇 还有那个三文鱼比较糯 是吧 比较新鲜 我推荐这款跟这款 还有这个 天妇罗 对 还有我们的这个刺身 对 比较鲜 比较鲜 鲜美 对 这个鲜挺好吃的 我们已经吃光了 当然 好吃绝不是没来由 这是今天刚刚送过来的 螺维三文鱼 每道菜品的食材选择和制作工艺都相当的讲究 这道颇受欢迎的和风鱼牛肉 牛肉的选择是最为关键 这个牛肉是我们从澳洲进口最高级别的S级别 250天的古式牛肉 腌制后喷枪进行烤制 这个步骤必须正好在三分熟七分升 才能达到最佳的口感 第一次品尝三分熟的牛肉 会是什么味道呢 赶紧来尝一尝 鲜甜的生牛肉片 就着日本和风酱汁和洋葱丝一口吃掉 真的是觉得太幸福的感觉了 我相信在看过这么多美食节目的你们 现在最凡感听到的四个字就是入口即化 可是我今天真的要跟大家说 这一片牛肉吃下去 真的我只有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入口即化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牛肉可以做到入口即化的感觉 哇 那是一种怎样的完美的口感呢 过真价实的来自于澳洲的SG的五四牛肉 三分熟直到嘴巴里面是刚刚好的完美的口感 虽说他们家以日料渐长 但西餐也毫不逊色 像满意度极高的法式红酒鹅干 也是点单率高居不下的人气菜品 简单四个字成就了一道道精致的料理艺术品 你知道只有鹅干和脆脆的面包放在一起 只要在嘴巴里轻轻的一抿 就会在你嘴里慢慢地融化 温柔有经验 让你体会到的是一种满足的幸福感 丰盛繁多的自助菜品让人目不暇接 精致的各色料理也让人大大的满足 在最后就以一壶温润的土瓶蒸 给今天的精致料理之旅来个完美的收尾 中国的高汤呢 讲究一个长时间的炖煮 而咱们日式的汤呢 则是相反 要求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就能够将出汁原料的精华提炼出来 我们都知道日式烹饪善用四季的新鲜食材 以发挥食材的自然原味为前提 又兼顾摆盘美食的艺术 是艺术欣赏和味道完美结合的典范 这一道海鲜土瓶蒸 就是这样一道既可以观赏 都能够细细品味的精致美食 日式海鲜土瓶蒸 用陶土茶壶以清蒸的方式 保持食材原汁原味 和清淡鲜嫩的烹饪方式 用茶壶来蒸菜是日本的老风俗 在茶壶里放上当季的特产 比如银杏果 鸡肉 鲜虾 蛤蜊 与提前熬制好的海鲜高汤 一起小中慢蒸 使汤中食材的滋味和营养 被完全释放出来 哇 好香哦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稍稍地撒上一点柠檬汁 会让它的味道更加的鲜美 在这个微微透着寒衣的季节来上一壶 暖心暖胃 真是再好不过了 非常的鲜甜 用它里面的食材丰富 而且呢又有这个海鲜 还有这个白果在里面 所以呢结合在一起 这个味道非常的鲜美 而且也是特别的营养 清润可口 辛香弥漫 就像是再品一杯好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